Hello,大家好,我是翟南红飞 我现在在吉林省长春市的维满洲国皇宫博物馆门口 这个皇宫博物馆呢,是当年溥仪在这里当维满洲国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这个皇宫它是位于长春市的那个光复路这边 就是长春市区东北角的光复路 我们呢,先买票吧 从这进去 今天下着小雨,但是也并不影响参观 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售票大厅 然后呢,它是早上8点30开馆 到了4点20就停止售票 5点20呢,就闭馆 我们先在这边排队买票 这个门票的价格呢,是成人票70块钱 小学生20块钱 中学生、大学生还有现役均能是30块钱 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它是免费的 好的,我已经买好票了 这就是博物馆四周吧 这就是博物馆四周的环境 今天下着雨,这几天都下着雨 不过呢,还好不影响参观 然后这个呢,门口有一群人在这里照相啊 它这个就是皇宫的正门 叫做来勋门 这个门呢,只有皇帝溥仪 还有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 以及一些外国的那个大使比较尊贵的人走的地方 其余的人呢,一律走那个旁边的偏门 我们现在进来看一看 这个皇宫原来呢,是极黑雀运局的地盘 就是专门管理盐物运输的 说白了就是个盐仓吧 但是呢,至少在当时的长春是比较好的建筑之一 所以呢,日本人给溥仪当了皇宫 呃,这个是运膳房 是给皇帝烧饭的地方吧 但是现在是没法参观 里面可能是在装修还是干啥吧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面前的呢,是同德门 这个同德门呢,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它是在1938年的时候修好的 是在1934年,那个溥仪当了皇帝以后 嗯,日本人觉得他住这个太寒酸了 所以给他做一个同德店吧 同时给他弄了一个配套设施 就是这个同德门 日本人呢,就是想在表面工作上 让他好看一些 其实溥仪呢,他刚开始是当了一年还是两年的执政吧 然后接着当皇帝 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安检口路内 这里是验票的地方,我们先验票吧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皇宫的内部了 这个第一个建筑就是同德殿 这个同德殿 从外观上看啊,它没有我们中国传统宫殿的那种庄严树木 也没有西方建筑的宏伟壮观 但是呢,它的外表有种中日和璧 再加上一点欧洲风格的 这旁边呢,是东玉花园 是个玉花园啊 这座宫殿呢 是属于这个皇宫里面 后面建造的 是日本人给溥仪装点门面的 说实话,这个皇宫 看气势 还有这个大门 比起我们中国的宫殿 什么故宫啊 一类的宫殿 简直就是太小气了 这么小的一扇门 跟宫殿比 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别墅 也不止这么点大的门吧 但是呢 有这个就不错了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装修还是非常豪华的 你看这非常精致的装修 漂亮 这怎么说呢 也是将近百十年前的建筑了 你想像一九三几年 现在是2019年了 快一百年了 我们看看这个沙发 这个沙发的质地啊 还有这个沙发的质量 绝对是不敢想象的 非常的好 我们从这进去 这地上一路是铺着红毯 至少有一种皇家的威严 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房间是寇败间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就是寇败间的那一部样子 这是溥仪接受朝拜 还有处理政务的地方 这个吊灯非常的大气豪华 我们再看一下这旁边呢 是一个电影放映厅 是溥仪专门看电影的地方 非常的豪华 这两个椅子是溥仪和皇后做的吧 然后这个大吊灯 也是非常的漂亮 虽然说这是溥仪的私人放映厅 但是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自由 想看什么有什么 什么大电影啊一类的 只是说放一些平时 非常枯燥的那种纪录片 还有宣扬这个 唯满洲国的和日本的一些纪录片 所以说也没啥看头 溥仪也是不爱看的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吧 在这个镜头里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这个宫殿的走廊非常的狭窄 可能三个人并排走 都有点困难的那种感觉 我们先从这旁边参观吧 我们看到的这第一个 这个房间呢 是叫做变剑室 就是在非正式场合 见那些日伪高官的地方 像溥仪呢 经常在这里见面最多的 就是日本的关东军的司令官 好的 我们继续沿着镜头看到的 第一个房间呢 是这个中国间 它这个城市均为中国传统风格的义木家具 是用来接见就是清朝的一些旧城 还有皇族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感觉 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房间呢 是叫做钢琴间 是溥仪呢 在这里练琴的地方 其实溥仪呢 还是会很多东西的 像英文啊 网球啊 弹钢琴啊 它都会的 这上面写着钢琴间 它还自己学会了几首那个作曲 我们继续从这边去参观吧 这个走廊可以感觉到非常的窄 走起来很困难的感觉 我们直接从这上二楼参观 好的 现在我们到了二楼的第一个房间 这是李玉琴的卧室 李玉琴呢 就是福贵人嘛 有一部电视剧专门演过他的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溥仪进宫 这是他的卧室 我们看到那个沙发上 有个洋娃娃 看起来有点甚不慌啊 说实话有点甚 每次看到洋娃娃就想到了恐怖片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溥仪的卧室 皇帝睡觉的地方 虽然这是溥仪的卧室 但是他基本上不在这里睡觉 因为他总感觉有人监视他 有人想害他 他一般呢 是在他的寝宫睡 是另外一栋楼里面 待会我们会去参观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房间呢 是溥仪的会客厅 是在非正式场合下接见日伪高官的地方 但是由于很多原因 他从来没有被正式使用过 后面被改为藏金石 是用来专门放一些金文的地方 现在我们沿着这个空中走廊到对面的怀远楼那去 怀远楼的意思就是安抚远方的人嘛 这里是溥仪专门就是祭拜列祖列宗 还有宫里面的一些机构也会在这里办公的地方 我们沿着这走廊走过去 走廊还是很窄 走起来很费力啊 人比较多 这还不算多的了 再多一点怎么办呢 好的 经过一路的七拐八拐啊 终于走到这边来了 反正走了 买酒的 他这个地方呢 这边应该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吧 还挺大的 那边贯通的一直通过来的 这边还有 他这个地方有个牌子 我看来是叫什么地方啊 他是叫上书府 是1934年3月1号设立的 上书府啊 好的 继续往前看一看 有点挤啊 凤仙殿 凤仙殿 顾名思义嘛 就是祭祖的地方嘛 咱们放列祖列宗排位的地方 好的 我们看看这里 他这是一个牌位间 这里放着清朝历代皇帝的牌位 还有画像 这中间的应该是诺哈斯跟皇太极吧 然后这边上的应该是进入北京城后的 清朝皇帝的一个牌位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呢 应该是近市处 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人员的办公的地方 那个墙上还挂着他们的服装呢 他们的制服 都是贴身保镖吧 看上去要比皇帝他们住的地方要简陋的多啊 好的 现在呢我们逛这个佳乐殿 这上面写着从皇帝到公民 这里是一个展厅 这是一个记录着爱新觉罗 溥仪帝身的一个展厅 我们看到这个是溥仪刚登基时的一个模拟现场的一个场景 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 八岁吧应该是 然后我们继续看 他这个是龙袍 溥仪的小龙袍 这个是溥仪当年自己给自己剪掉的辫子 还有他的眼镜 我们看那个电影末代皇帝里面就有这个场景吧 他受到了那个庄世敦的影响 把辫子自己给剪掉了 这是溥仪当年使用过的网球拍 还有手杖 这是溥仪的大元帅符 然后呢 这下面是他批阅的 咒章的字迹 知道了 蓝 意思就是说呢 溥仪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 每次批阅咒章呢 也只是象征性的去批阅 因为他决定不了什么 只能写 知道了 就像我们老师以前给我们批改作业一样的 写以悦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看过了 然后我们继续 这里是溥仪呢 接受改造的一些照片 溥仪呢 受到了特赦 然后呢 成为了一个新中国的普通的公民 作为一个公民呢 他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这就是当年他投票的一个场景模拟 好了 这就是溥仪的一生 从皇帝到公民的一生 我们快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宫内府 这个宫内府应该就是皇宫里面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吧 就像北京那个故宫 什么内务府啊 一类的 我估计是这种感觉 好的 现在我们进这个里面看一下 他这个是宫内府的会议室 开会的地方嘛 还是挺大的 一个长桌 然后呢 这些都是宫内府的处长 这是内务处处长办公室 这个也是处长的办公室吧 看起来都差不多 总务处处长办公室 大沙发 办公桌 然后呢 这个是宫内府次长办公室 处长 次长 次长可能就是副首的意思吧 政和副的区别 维满洲国的次长呢 都是日本人 处长都是中国人 我们看看这个是宫内府大臣办公室 真正说了算的呢 其实都是日本人嘛 那些处长呢 那些都是给他们 说实话就是吉祥物 样式 摆设 没啥全力 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呢 是溥仪的父亲 爱心觉罗窄风 临时住过的地方 当年溥仪在这里登基 当维满皇帝的时候 他爸就带着他的弟弟妹妹来这里看他 然后这旁边呢 是那个祥贵人 叫谭玉林吧 好像是叫谭玉林 对 谭玉林 这是他那个学习的地方 就是谭玉林呢 是溥仪比较喜欢的一个贵人吧 然后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说是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反正就是死掉了 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皇宫的御花园 西御花园 当然还有一个东御花园 因为时间有限 这个皇宫太大 所以我要准备做成两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参观 剩下的维满皇宫的景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